记者陈文产高雄报道,高雄市玉和包荔枝文明国际,经济产值高达12亿元,已连续两年减产,近来接连三波寒流注意,玉和包开花率突破九成,只要后续没有灾情,产量渴望恢复往年水准,最快5月下旬可以上市。 高市荔枝种植面积3365公顷,面积及产量都是全国第一,其中玉和包荔枝占整体7×5,种植面积达2523公顷,由以大数区占1800公顷最多,果肉Q又结实多汁,天度达20度以上,甜蜜好滋味令人难忘,近年来更打入国际市场,经济产值高达12亿元。 农业局表示,玉和包前年因霸王及寒流,高氏气温下碳气度C,又预三台侵袭,降下170毫米雨量,产量剩下不到二成,也造成玉和包母猪受损,去年又因暖冬开花叉,加上高温生理落火,产量只剩下4成,造成玉和包连两年减产。 农业局指出,去年底寒流来袭,打破玉和包休眠期,今年1月初进入开花期,1月9日又预第二波寒流,近来第三波寒流报道。 高氏今下碳11度,开花率突破9成,恢复往年正常水准,随着寒流将冷到周三,预期开花率会更高。 玉和包长盛军游会章表示,近年来气候异常,造成玉和包连两年减产,农民只能看天吃饭,今年接连三波寒流来袭,17度以下低温7天,又是玉和。 包开花,很适合玉和包开花,它的果园开花率9成9,已取得第一关门票,期盼后续天工作美,协助通过多重考验,能够过个丰收好年。